传道书第十一章 要把你的粮食洒在水面上 因为日久你必得回 你要分为七份或分为八份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祸在地上发生 云若充满水气 雨就倾倒在地上 树无论向南岛或向北岛 岛在哪里就横在哪里 看风的不洒种 观云的不收割 你不晓得风的录像 不知道骨头如何在孕妇胎中形成 照样创造万物之神的作为 你也不得而知 早晨要撒你的种 直到黄昏也不要歇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种的成 是早撒的或晚撒的 或两者都一样好 光是美好的 眼睛得见天日也是好的 人无论多长寿都当乐在其中 不过他要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些日子将会很多 要来的都是虚空的 年轻人啊 你在幼年时要快乐 在壮年的日子 要使你的心欢畅 顺着你心所愿的 言所见的去行 不过 你要知道 为了这一切事 神必审问你 所以你当除掉心中的烦恼 除去肉体的疾苦 因为无论是幼年或是壮年 都是虚空的